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注意在前暗影火炬城的压力可以说相当大 不过火炬城的制作组显然是有备而来 在美术层面上 制作组为这款横版游戏搭建了不少精美的3D场景 付以恰到好处的镜头缩放 充分展示了这个柴油朋克世界观下的种种视觉器官 老上海风格的侠飞机 城外白雪矮矮的抵抗军基地 地下巨大空洞的深水湖都让人印象深刻 可以说达到了同类作品中的顶尖水平 小怪处决特写 BOSS登场 以及和NBC互动过程的镜头处理 都做得十分有电影感 这也是同类作品中较少琢磨的部分 可以说即便抛开中国元素方言配音这些情怀加分项 火炬城也是这个品类中视觉体验最好的作品之一 在战斗方面 制作组卓翼打造了一套重视浮空连招的鬼器式战斗系统 铁拳 钻头和垫鞭可以在战斗中进行无缝切换 让高手打出让人目不暇接的浮空连招 普通玩家也能利用几种简单的组合应对游戏中的绝大多数BOSS 为了防止数值膨胀破坏这种联机战斗的体验 玩家的技能伤害是没有成长的 因此玩家不必为了经验值反复刷小怪 而是可以跳过流程中大多数的杂兵战 在二十多小时通关过程中 制作组也有意穿插了一些战斗成分较少 重解谜和跳跃的关卡 缓解了体验上的重复感 游戏中也充斥着许多让玩家会心一笑的细节 比如与世界观高度契合的宣传语和广告牌 Nita EVA,99,恶魔城等的可收集海报 像死亡各险中拔树角色之间的演出等等 这些彩蛋就像是制作组为寻找同好而精心制作的礼物 让游玩的过程惊喜不断 当然游戏也存在一些有待提升的部分 比如为了节约开发成本 游戏后半段的坏色怪数量不少 同时也会出现一些精英怪加强后充当BOSS的情况 再比如一些场景的存档点设置的有点远 在跳跃关卡出现失误后需要重跑较长的一段路 还比如由于地图推进是非线性的 在一个任务完成后 会不可避免的在跑途中耽搁一些时间 不过耽搁关卡区域的优秀体验 足以让玩家们将这些小瑕疵抛住脑后 整体来说 暗影火居城是一个制作非常扎实 没有明显短板 却又不乏闪光点的优秀银河战士恶魔城类游戏 虽然它还无法在同类产品中做到开宗立派树立一个新的标杆 但也绝对是值得尝试的精品 作为一个关注了这款作品很久的玩家 我认为它确实超出了我的期待 在两年前的一次线下活动中 我注意到了游戏很早期的一个演示PV 那时由于市场规模所限 主流的国产单机demo的独立游戏色彩相当浓厚 既在玩法或题材方面有创新 但在画面精度和整体完成度上有所不足 然而暗影火居城却并非如此 精美的3D场景 相对复杂的战斗设计 调教得当的处决动画和过场动画 让人明显感觉到制作组想要打造一款中体量商业作品的野心 虽然游戏的场景设计有着几分民国时期老上海的痕迹 但游戏的目标受众显然不局限于中国玩家 动物主角和柴油朋克题材也是外国用户比较买账的设计选择 这当然也是个商业层面比较明智的做法 这样一款制作精度较高的作品想要回本 显然需要尽量扩大受众的规模 令我感到诧异的是 这样一款游戏的开发商竟是一家我从未听说过的企业 太合网了 一家新企业是如何做到引擎调教和商业规划方面都如此成熟呢 这就要从公司的创始人张涛的从业经历开始说起 涛哥是国内最早一批对3D美术产生兴趣的人 在2000年初他就靠着自学的3D建模技能进入了游戏行业 那时国内主流游戏企业对3D游戏的开发了解很有限 制作的游戏类型也主要是传奇 奇迹等韩国网友的防品 这让涛哥颇感失望 作为一个资深单地游戏玩家 涛哥还是希望进入到上海玉璧 2K中国等一些代表了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企业发光发热 然而颇有些戏剧性的是 就在他自学了一番新技术 摩拳擦掌打算给这些老牌外企投简历之时 他的一个朋友无意间腾倒 楼上好像搬来了一家新的外国企业还在装修 你要不要去问问机会 这家办公室还没装修好的公司 就是后来的Epic中国 涛哥也在机缘巧合之下 成为了2006年Epic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员工 由于学习能力要强 涛哥逐渐从3D美术转型为了一名技术美术 这里稍微解释一下 在早期游戏的开发中 游戏美术只需要负责把东西画好 建模出来就可以了 剩下的工作交给策划去完成 但是随着游戏引擎效果的日益复杂化 如何提升美术资源在引擎中的表现 成为了很重要的一环 从光照渲染效果的调整 到动画和一些特效的实现 都需要由既熟悉美术工作流程 又了解引擎和基础编程的技术美术来负责 而涛哥就是当时Epic中国的首席技术美术 除了要负责一些内包项目的管理外 还负责对其他购买了虚幻三引擎授权的 国内开发组进行培训 可以说他是国内最熟悉虚幻引擎的开发者之一了 在Epic中国任职期间 他曾先后参与了不少总部发来的内包项目 其中有一款 就是银河战士恶魔城玩法的暗影帝国 这款09年问世的游戏 在某些方面与暗影火记城有共通之处 同样使用了虚幻引擎 同样是3D场景下的横板恶魔城 同样有着丰富的过场演出 涛哥回忆说 这个项目的经历 让他对此类游戏的开发有了一些基础认知 比如在场景切换时 游戏镜头的控制 人物基本动作的调试 地图设计的原则等等 这些经验在制作暗影火记城时 帮助团队少走了很多弯路 在Epic中国完成内包项目的同时 涛哥还以副制作人的身份 同Epic中国其他开发者 制作了公司的第一个原创网游项目 第三人称设计完反的全球使命 这也是国内最早问世的一批 虚幻3设计游戏项目 并且至今仍在运营 只看名字大家可能没啥印象 但虚幻3已经打造 革新设计网游巨座 这句洗脑广告词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如今太和网络的开发团队中 有不少骨干 就是涛哥做全球使命项目时的老部下 合作的默契程度自然非常高 在全球使命的运营坚趋稳定后 涛哥想要开启新项目时 却发现市场大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时恰逢手游大潮来袭 但玩家的手机硬件条件普遍较差 开发新手游 根本用不上他所擅长的那些次世代渲染技术 那时比较热门的游戏开发方向中 只有VR游戏是较为依赖新技术的 因此涛哥选择了VR游戏 作为下一步的开发方向 他先是加入腾讯 在前因技术部门带领团队 完成了一些VR项目的预言工作 不过当时VR市场还并不成熟 所以这些demo最终也没有成为完整的游戏 和大家见面 为了孵化出成型的产品 他在16年选择离职 并拉了一笔投资 创立了太和网络 这家新公司仅仅花了10个月左右的时间 就完成了一款名为奇境首位的VR塔芒游戏 上架了PSVR和HTC等主流VR设备 玩家需要从弓箭手、法师、火箱、木偶师 4个职业中择一扮演 消灭进攻防御塔的怪物 按照制作组原本的预期 他们希望将游戏的重头放在多人联机部分 玩家需要通过恰当的职业搭配和灵活的换位 共同对付敌人 游戏的创意还不错 可惜当时的VR设备普敌率确实有限 偏重多人玩法的游戏很难匹配到玩家 因此游戏的销量并不理想 在一几年下半年做完奇境首位的收尾工作后 太和的开发者们在一起 商量未来应该何去何从 当时公司创立时的融资还剩下一半左右 大概还能支撑一款VR游戏的制作 但是由于市场整体不景气 做了也未必能赚到钱 如果是做单机游戏 那么剩下的资金显然不足以支持 他们做一个自己擅长的3D设计游戏 横量来横量去 似乎横版《恶魔称类》游戏 使他们确实很喜欢 又能用可控资金 把画面做到世界先进水准的最佳选择 起初他们也考虑过像暗影帝国那样 使用真人角色作为主角 不过他们很快发现 真人主角会大大限制游戏中的战斗设计和敌人设计 于是便签定了以动物为主角的方向 而在所有动物中 辨识度较高 又能让各国玩家都普遍接受的 大概也只有兔子 牛等少数几种选择了 在反复斟酌之下 制作组最后选择了体型较小的兔子 加巨大铁拳这种力量对比悬殊 更容易形成记忆点的组合 至于主角雷德文 患有战争创伤后遗症的老兵身份 灵感则来自于 涛哥很喜欢的吉普利电影《红猪》中的主角波鲁克 在确定了主角形象后 接下来就是核心玩法的设计和地带 涛哥给我看了一只在项目启动半年后 在18年年中时 他在Unreal Open Day活动上展示的素材 在这个demo中 雷德文的攻击方式与正式版有很大的不同 他有一个可以自由开火的远程机枪武器 而近战武器铁拳的连招则比较有限 这就让游戏的战斗节奏比正式版慢了不少 爽快感有所不足 我猜这也是后来制作组砍掉绝大多数远程武器 爪而设计了钻头和电鞭两个可选近战武器的主要原因 不过在这个早期演示中 主角跑跳的手感 游戏摄像机的处理和美术风格都得到了确定 甚至不少场景素材也被运用到了正式版之中 这其实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件事 要知道游戏开发最怕的就是进入到铺量生产阶段后 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对一些基础设定反攻修改 那无疑会造成大量的时间浪费 暗影火机城显然没有犯这样的错误 能在立项半年左右就把demo做到这样的完成度 可以说是相当高效了 若非如此 这个不到20人的团队绝对无法在三天半时间 就交出一个全流程20多小时的作品 当然想要保证开发效率 保持团队的士气也很重要 太和网络坐落在上海这片游戏行业的日土 虚幻4又是这两年各家大厂急于突破的方向 按理说应该会面临严重的挖角情况 他们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Toker说这确实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在火机城开发阶段 公司是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 给员工的待遇自然也难以和大厂相比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大家对这款项目始终保持信心 具体做法就是让同行们尽早注意到这款作品的存在 并获得认可 这也是为什么他选择在开发了半年后 就将demo带到18年的昂锐Open Day上做展示的原因 同行们积极的反馈让他们放下了心 在19年加入索尼中国之星计划也是同理 他们在没有太多市场预算的情况下 需要借用大厂的宣传让外界关注到这个项目 并依靠来自玩家的正反馈 让团队的成员们有信心陪伴这个项目组合最后 作为游戏的开发者 涛哥也对火机城进行了相当客观的评价 他说自己对于游戏的一些技术特性是比较自豪的 例如虽然游戏的场景精度较高 不过在巧妙的优化加载逻辑后 玩家可以在不进入黑屏独挡的情况下 从地图的一头跑到另一头 保持了体验的连贯性 游戏的内容量和场景表现力 也几乎摸到了同等体量开发组 在三年周期中能达到的上限 这些方面应该可以让玩家感受到足够的诚意 但是遗憾的是 由于开发时间所限 制作组没能做出像奥日中猛击系统加银枝树逃脱 那样在同类游戏中前所未见的优秀机制和关卡设计 这一块尽缺肯定无法让游戏达到90分以上的神作水准 不过他们的目标是先通过这款作品 拿到80分以上的优秀成绩 让大家注意到太和这个公司的存在 为下一款项目做好人员储备和资金的储备 下一款项目的定位和投入 肯定要在火炬城的基础上再上一个台阶 将开发规模由20人提升到40-50人级别 如果一切顺利 套哥希望能通过三款左右的项目 让公司成长到150-200人左右 能够同时满足两款千万美金级游戏并行开发的需要 如果拿国外已经成名的工作室类比 大概就是建立白金工作室那样 代工加原创IP双轨并行的生产模式 持续展出面向全球市场的买断制作品 当然这样的野望也需要一步步去实现 对于他们来说 短期的目标肯定是做好火炬城上线后的更新和一致工作 上线首周游戏就会更新一个更友好的简单难度 和专供高手挑战的Boss Rush模式 至于是否会有付费DLC 就要看游戏的销量能否达到预期了 至少从目前的故事发展来看 还是有不少可以制作内容的剧情留白处的 人气女角色猫女LadyQ 大概率会在DLC或者续作中有着更多的戏份 其实这次与火炬城主创团队的对谈 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 就是涛哥清醒的头脑和丰富的项目经验 如果不是立项期的准确判断 开发期的即时曝光 很可能泰河就会和其他不少VR热潮中出现的公司 一样陷入经营困难甚至倒闭 这样成熟商业游戏的成功 绝非是个人的灵光乍现就能完成 而是需要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和技术学习 我们无法指望一个从天而降的天才 来改变国内买断制游戏品质不足的现状 而是需要像泰河游客这样经历多个项目考验的团队 一步一个脚印的摸索 我无法端言这个过程能在何时完成 但至少火炬城的出现 让我们离这个目标的成功迈进了坚实的一步 期待泰河在未来能带给我们更好的作品吧 好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点赞支持 如果你对中国游戏和游戏行业感兴趣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